哈喽大家好我是每个玩者龙要哪吒的皮肤新皮肤已经上新好几天了 我们前段时间买了一个体验卡 这次肯定是把它买下来的 要不然就浪费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步我碰到了一个五折天 还是比较强势的 我们看到孙悟空都说他真有钱 他是玩法师玩了4668场 应该来说他玩五折天的时间比较多 我们看他的五折天的等级是满级的 然后还有一个传说级的皮肤 想想我们都是贵族妻啊 我和他都是贵妻 为什么他有五折天 我连五折天都没有啊 他还有五折天的皮肤 我一个传说皮肤 好像就唯一的传说皮肤是李白的吧 不过这个哪吒这款皮肤打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防滑的是吧 防很暴力啊 而且前面好像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新买皮肤之后 然后去打一把牌位啊 第一把牌位 都会给你匹配一个比较强的队友 像就像这一把匹配的那个五折天 我这边是比较也比较强势的一把 然后这边浪飞 一个打招飞过来 直接磕那个对方的项羽硬杆 他这个黄色的飘带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接着继续飞 对吧 飞那个对方的双上香 因为对方的两个输出 就是一个打底还有一个双上香 这两个是他弄的后排啊 所以我一定要抓他们就好了 把他们两个死死盯着啊 让他们不会有那种发挥他的威力的一把 这把我们看到 这边冲上去抢个人头 赶紧跑赶紧跑 这边原本以为这一波就能结束比赛啊 刚才是一个大招 直接回对方能打底 但现在是直接先拆塔吧 这可能一波解决不了 那就先把他们的塔全部拆掉 然后拆掉之后 再准备进攻下一把 这边我们说我们空都说要拜拜了 说他们要拜拜 但是没想到还差一点点了 我发现就像一个动画大一 那我们看最后一波 这也不是最后一波 我们现在去飞 这边孙上香 因为我们刚才团灭了嘛 他们一下子清理兵线 就一直压着往前面铺 孙上香往前面铺的话 就很危险 那个敌珠连波的大招 放的位置也是不对 他往前换 他应该往后换 那孙上香的位置换 说不定孙上香还能夺火一盒啊 就这么一波强攻 可能又碰到对方的打底 先把他们向路兵线带上去 碰到对方打底跟他硬杆 打底他的一套招 秒不了我 但是没事 我可以慢慢把他们秒 我的真伤啊 我有真伤 因此伤害 这才是 这一波是真的 最后一波了啊 孙上香已经被第一个解决 然后就直接一个大招 飞上去 刷刷又刷刷 是轻松解决了 就这一波庆幸连 果然是有那个 土豪在 就不一样了 有五着天的啊 有五着天的 有五着天的局就不一样 赢的机率就大点 这也是 但有明镜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